大家好,欢迎来到介乌工作室,我是TamuX 今天要与大家调查于林梅梅绑架案 一个刚满18岁的少女,理应对世界充满好奇,盼望和憧憬 但这宗案件的主角竟然在18岁的时候,就精心策略一场杀人计划 先在网上招兵买马,再绑架一个工厂男工人 最后残忍撕飘 这个女孩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女死囚宋丹 接着我们就看看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在2004年11月22日上午11点30分 一个在福建工厂打工,名为张晓芬的女性 收到一个陌生电话打力 张晓芬听电话后,就传来她弟弟张家良的声音 她弟弟就跟她说,她正在江西散碎昌市被人绑架 又叫她转账3000元给匪徒救她一命 张晓芬听到电话后,可以说一头没水的,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们一家加起来都没有3000元那么多 所以她就直接跟对方说 当张晓芬说完这句话后,对方就先收了 要知道在2004年,中国大陆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普通由外省去到深圳打工的农民工 可能就只有几百元一个月 而对一个来自江西省九江市 这个四五线小城市的张晓芬来说 可能就是大半年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探员X调查过中国最美的杀人犯 就来自江西省九江市 她当年作案的原因,对上法家自负 说回这件案件,虽然张晓芬当时没有钱 但她收线冷静下来后,就开始慢慢紧张起来 因为她意识到她弟弟张家梁应该真的被人绑架了 于是,张晓芬就立即打电话回她的陌生电话 幸好的是,当时对方还有听的 而且她也跟她弟弟说了几句话 确定是否有人假冒她 而张晓芬也确定了 但很快,电话就被另一个男人抢走了 然后用碎窗话跟她说 如果你不寄钱过来,就不用再见到你弟弟了 说完之后就先收线了 即是张晓芬就立即打电话 被在老家即是江西省九江市的姑姐求助 跟她姑姐说,小孩出了事 因为她不在老家,希望姑姐可以帮她报警 而姑姐当时也答应了 但当张晓芬跟姑姐收线之后 张晓芬又收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又声称自己是张家梁的老板 这个老板跟张晓芬说 她也是收到张家梁的电话 说她出了事,要一千元 所以想打来和张家梁的家人却相应一下 先回款过去 张晓芬听到之后 立即制止了张家梁的老板 叫她老板不要付钱 并跟她说 已经叫江西省九江市的家人报警 于是她老板就打烧了这个念头 而张晓芬姑姐得知这件事后 也打电话给匪徒交涉 电话接通之后 就是她侧sim张家梁 以及另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而这次对话 榜菲就透露了更多的讯息 榜菲说,张家梁抢了她女朋友 要给三千元才肯放人 並叫她去瑞昌市交贖金 當然 姑姐又想爭取時間了解更多事情 想知道具體發生什麼事 但對方又立即收線了 然後姑姐立即打給綁匪 對方已經不再聽了 之後姑姐過了一陣 就用另一個電話打給對方 說自己已經到了瑞昌市 但匪徒已經不相信他 然後就收線了 之後姑姐再打電話回去 匪徒已經關機了 之後再聯絡不了他們 可能當時張曉昏 又或者姑姐當時仍然抱有僥倖的心態 所以就沒有報警 相信匪徒收不到錢就自然會放人 但直到當晚 他們仍然是沒有張家良的消息 所以他們就向公安報警 而相信張曉昏 或者姑姐當時想都沒想過 他們這個舉動 會令他們後悔一身 收到張家良家人報警之後 江西警方就迅速展開調查 在張家良的爸爸後中得知 張家良被綁架前一天 晚上7點多 張家良就帶著一個姓宋的年輕女生回家 並跟她說 女生的父親慢慢要見她 所以她第二天就會跟這個女生去瑞昌市見她家人 張家良的爸爸說 由於這個女生之前已經來過張家良兩次了 而且她也知道兩個人已經吃了3個多月 所以當時她都不以為意沒有多家裡回 張家良的爸爸說 當晚她跟這個女生和張家良一起吃完飯後 張家良就跟那個女生回房睡覺了 動作第二天 即張家良被綁架當天 早上8點多 張家良就跟這個女生一起離開家 去瑞昌市見女生的爸爸媽媽 但在張家良離開3個多小時後 即上51點半 他們就已經收到綁匪的電話 警方得知張家良的最後去向 就認為這個姓宋的女生相當有可疑 但由於張家良的家人 除了知道這個女生姓宋 以及是來自瑞昌市之外 就一無所知 於是他們只可以在張家良的朋友裡著手調查 但奇怪的就是 問了張家良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是一樣 不知道這個女生 何況神聖 而在張家良的家人或朋友後中得知 張家良是很沉迷上網的 尤其是當時風魔傳中國的即時通訊軟件QQ 所以 警方只是網上交友方面著手調查 而一查張家良的聊天紀錄發現 張家良確實是QQ姓宋的女生 那個女生全名叫宋丹 十八歲 是江西市瑞昌人 於是警方就派人去找宋丹這個女生出來 但宋丹同樣都是失蹤的 於是 警方就在宋丹的QQ裡調查 他們發現 宋丹曾經跟一個叫徐炮芬的男生聊天 而他們中間的內容就是密謀作案 所以 宋丹和徐炮芬這兩個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警方這一刻還未明白 宋丹和徐炮芬這兩個人的動機 因為張家就不富裕 甚至可以說是窮的 綁壓張家良也不會有什麼錢 所以警方相信當中必定有什麼來情 當然 這個答案就需要找到張家良和那個女生才知道 而宋丹失蹤了 警方就轉向調查徐炮芬 但徐炮芬也是一樣 消失了 同樣地 警方只可以在徐炮芬身邊的人逐一調查 看看有沒有人參與作案 或者知道他們在哪裡 很快 警方就在徐炮芬一個叫徐偉良的朋友家裡 找到疑似的作案工具 包括一百刀和一條鐵通等的證物 而在警方陪問之下 徐炮芬這個朋友很快就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事 徐炮芬聲稱在2004年11月22日 即張家良被綁架當日 晚上8時多 徐炮芬突然打給他 叫他去他的出租屋裡面 於是 他就立即出門去徐炮芬的出租屋 徐炮芬說 當時在出租屋裡面 他看到徐炮芬 宋丹和徐炮芬另外兩個男性朋友 一共四個人 加上他就有五個人 徐炮芬說 他進入屋後 徐炮芬就跟他說他出了一些事 不可以再留在睡窗了 然後就叫他用一件衣服包著那把刀和那條鐵通 然後再收起來 徐炮芬說 他聽到之後 就叫徐炮芬家裡的三男一女去自己家住 然後順便收起那把刀和那條鐵通 然後這四個人就跟著他回家 當時他們住了兩天才離開 徐炮芬就跟公安說 徐炮芬臨走之前 我會跟宋丹去廣東避一避風頭 之後他們就不要再見面了 然後公安再問徐炮芬 知不知道他們用這把刀和這條鐵通做了什麼 以及知不知道他們現在四個人在哪裡 徐炮芬就說他不知道這些武器做了什麼 但徐炮芬表示他們離開了家五六天後 在睡窗就見過一次那兩個男人 以及試過一次在QQ上面 和徐炮芬和宋丹視頻聊天 之後就不要再聯絡過或者見過面了 於是警方翻查徐炮芬和宋丹的QQIP 發現他們兩人果然去了廣東的東莞 而警方為了抓到宋丹和徐炮芬 以及屋內另外兩個男人 江西警方就在車站、碼頭、網吧 報下天羅地網 最後終於在張家良失蹤14天後 即是12月6日 在瑞昌市一個車站 成功拘捕當時徐炮芬屋的另外兩個男人 就警方確定兩個被捕人分別是16歲的流氓和夏永珠 在2天後即12月8日 張家良失蹤16天後 江西警方和東莞警方合作 就成功抓了宋丹 在1天後即12月9日 在東莞也抓了徐炮芬 這個時候張家良已經失蹤了超過17天 到底他是不是依然常在人間 4個人被捕後竟然沒有抵賴或辯駁 在11月22日即是張家良被綁架當日 他們已經奪向了張家良生命 同時在流氓帶領之下 也很快找到作案的現場 即是江西省瑞昌市、洪夏香、張家鋪穿 彭家祖後的貝山九腳彎 警方一到現場已經聞到濃烈的腐化味 同時在草叢裡找到一個男性的遺體 雖然當時這句遺體已經嚴重腐爛 可以說是面目全非 但張家良的家人一眼就認得這句遺體 就是跟他們相處了10多年的張家良 而之後經過發音的驗屍都確定 他說真正身份就是張家良 驗屍報告顯示 張家良背部 由側腰上和頸都有銳氣造成的傷口 頸部就是一處辣過的痕跡 真正的死因就是被人用繩索辣頸導致窒息死亡 到底這四個人和張家良有什麼因緣 以致他們要洗出美人計 派出宋丹去誘騙他 是因為錢還是因為情 我們先看看四個被捕人的資料 四個人分別是宋丹 女 安發時18歲 還在瑞昌市 初中文化 都是無業的 夏永珠 男 安發時16歲 都是江西瑞昌市人 初中文化 無業 而他們四個人的共通點 就是四個人都是初中文化 無業 以及全部都是18歲以下 而可能也因為他們年紀尚小 所以四個人很快就受不住警方的盤問 向警方交代了案發當日的經過 根據四個人的公術 2004年11月21日上午 在案發前的一天 宋丹在QQ裡透過網友 《斗毛》介紹 認識了其中的一名作案人 徐炮昏 當時宋丹對徐炮昏這個身色網友表示 他對他的男朋友張家良懷恨在心 想整死他 於是兩個素未謀面 即認識了幾個小時的網友 即宋丹和徐炮昏 經立即約出來見面 商量如何整死張家良 宋丹就建議先將張家良 押過來瑞昌綁架他 然後再由徐炮昏扮演宋丹的前男朋友 納稅張家良的家人會3,000元給他 當中2,000元就給宋丹用來學車 剩下1,000元就分給徐炮昏 兩位用了很短時間制定計劃後 就兵分兩路 宋丹就負責去誘騙張家良 徐炮昏就去瑞昌準備 於是當日下午 宋丹就由瑞昌坐過半小時車去九江 結他男朋友張家良 徐炮昏當晚就要找到自己現實世界的朋友 劉文和夏永珠 告訴他們明天要向一個九江來的人拿些錢 要他們幫忙 而劉文和夏永珠很快就答應了徐炮昏的邀請 到了第二天上午8點多 宋丹就成功將張家良帶去睡窗 在另一邊上 夏永珠和劉文都去到徐炮昏的出租屋裡 夏永珠就更加在家裡帶了一把刀 徐炮昏就叫劉文在廚房拿一條鐵通出來 到了上午10點多 宋丹已經帶著張家良 去到徐炮昏出租屋外面 按照事前的約定 宋丹就在門口裡敲幾下 張家良說他的父母根本就不在家 說出去逛逛 而其實當時 徐炮昏 劉文和夏永珠已經在外面埋伏 當宋丹和張家良轉身的時候 他們四個人就撲出來將張家良攔住和綁住 然後再將張家良 帶到垂昏市人民廠後的一個無人山上 徐炮昏就說他當時跟張家良說 宋丹就是自己前女友 宋丹欠自己6000多元 要張家良幫宋丹還債 張家良就說自己沒那麼多錢 徐炮昏就踢了張家良的肚子 並搜出張家良身上的錢包 裡面確實只有20-30元和一張身份證 徐炮昏看到張家良心無紛紛的窮酸模樣 就直接問宋丹接下來怎麼做 而宋丹在這個時候都揭開真面目 直接說打給張家良的家人拿3000元 徐炮昏就把自己的電話給張家良打電話 張家良第一個電話就是打電話給他姐姐 也就是片頭所說的那個電話 又張家良的姐姐就說沒那麼多錢 張家良還打給自己的老闆要錢 而當時張家良的老闆是打命了會1000元過來的 然後他們就在山上等 之後到了午餐的時間 徐炮昏就跟宋丹出去買飯 同時去到建設銀行 用徐炮昏來一個朋友的身份 剩下一張龍卡 即大陸的一張銀行卡 準備用於接收張家良老闆回過來的1000元 而在回到山上的途中 他們就不忘去徐炮昏的出租屋裡面 拿一條繩 然後再回到山上吃飯 然後他們再次接通張家良老闆的電話 正當他們滿心歡喜 以為張家良老闆是向他們拿銀行帳戶 準備匯款過來 但張家良老闆竟然跟他們說 張家良那些人已經報警 他是不會匯錢過來的 徐炮昏和宋丹 當時想都沒想過 原來對方是會不給錢的 於是他們就商量怎樣做 很快他們兩人就達成共識 認為事情已經暴露了 就不可以留張家良的門口 而宋丹就覺得 既然事情遲早暴露 反正都不可以收到錢 張家良怎樣都要死 於是兩個人就決定殺死張家良 吃完飯之後 宋丹就租了一個客戶車 想要將張家良帶到徐炮昏的朋友 即16歲的劉文和夏永珠家裡 當時他仍然不知道 宋丹和徐炮昏有殺死張家良的計劃 而在去殺人的路上 徐炮昏才跟他們說 他們要殺死張家良 當時16歲的夏永珠就覺得沒必要 但徐炮昏就說 張家已經報警了 堅持說 如果現在不弄死張家良 被警察抓到的話 他們必死無疑 於是就到了洪夏鄉 即案發現場 劉文和夏永珠 就帶著張家良走在前面上山 徐炮昏和宋丹就在後面 找殺死張家良的地方 這個時候 宋丹就對著徐炮昏說 要弄死張家良就要快一點 於是 徐炮昏就找了一個遠離路上 一個茅寵的地方 叫張家良過來 然後徐炮昏就拿著剛剛戴上身的繩 然後用力壓著張家良的頸 他們說 當時張家良可能知道自己如果不反抗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當時張家良是極力反抗的 徐炮昏和張家良更加兩個人扭了一團 之後徐炮昏就叫劉文和夏永珠過來幫忙 夏永珠就按著張家良對腳 劉文就控制著張家良的手 然後打了他的手臂兩拳 徐炮昏說 經見到張家良沒有死透 然後再叫劉文用刀斬張家良的喉嚨 劉文割了幾下之後 徐炮昏又叫他守張家良的身 然後他就搜出一個人包 二三十元的現金和一張身份證 而當時徐炮昏看到張家良的皮帶都不忘拿下來 然後套在自己身上 過了不知多久 他們看到張家良已經不懂肉了 徐炮昏 當時徐炮昏和夏永珠三個人就把張家良的絲 推到草叢邊 然後再用茅草蓋著絲 這個時候 宋丹只是單純站在路邊 完全沒有參與整件事 宋丹說他在這個時候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都沒有看到徐炮昏、劉文和夏永珠 如何殺死張家良 即見到原事那一刻 徐炮昏把一條有血的白色黎龍繩放在空前的口袋裡 當他們處理好現場之後就下山了 當時徐炮昏是打給一個叫寶哥的人叫寶哥開車來接他們 而寶哥也都以不容詞 很快就帶了一群人來接他們 在回去的路程上 徐炮昏就告訴寶哥他們四個人出事 並問寶哥借錢 但寶哥就表示沒有錢借給他們 然後寶哥載了他們下山之後 他們一行四人就住在徐偉倫家裡 並將作案使用的刀和鐵通藏在徐偉倫家裡 而張家良的皮帶徐炮昏就具為己有 相信被徐炮昏用作案用的黎龍繩 就是當晚已經被他丟進去湖道了 幾天之後 25日下週 徐炮昏和宋丹就離開瑞昌市 坐巴士去廣東 寶哥當時借了450元給他們 還給了一個電話號碼他們 叫他們去東莞 如果有什麼事就找他朋友 徐炮昏和宋丹就匆匆忙忙去了東莞 值得一提的就是 無論是徐炮昏還是宋丹 他們穿去東莞之後 都會有保持著和網友或朋友 在區區上聊天交代自己犯了事 以上就是他們犯案的經過 也就是說這刀案除了宋丹 其他人在事前根本就不認識張家良 整件事的始作勇者就只有18歲的宋丹 對於為什麼要奪開張家良的生命 被捕之後的宋丹都詳細交代了 他和張家良的恩恩怨怨 宋丹就說在案發前三個月 即2004年8月 他通過網上通訊軟件QQ 認識了網名風流黑蓋的男子 起初宋丹就說 他覺得自己的網名叫做宇林妹妹 對方的網名叫做風流黑蓋 兩個人的名字放在一起 就好像情侶名 很有意思 於是宇林妹妹和風流黑蓋的緣分就開始了 成為了網友 而風流黑蓋就是這單案件的受害人 21歲的張家良 宋丹就說 兩個人認識後 他就發現大家都是住在江西 而他只是住在瑞昌 張家良住在九江 宋丹說 他發現他們兩個越經越頭契 開心的 不開心的 家裡的事 無關同樣的事 都會跟對方訴說 他們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慢慢由一日只聊一兩個小時 到後來由日頭聊到晚上 再由晚上聊到日頭 宋丹說 談了沒多久之後 張家良就對宋丹表達了愛慕之意 向他承諾以後會保護他 和好好愛他 宋丹說 當時他也接受了風流黑蓋的追求 開始在這段網戀 沒多久之後 網戀已經無法滿足他們 他們由線上情侶 發展到真實交往 宋丹說 他們第一次見面 是他從瑞昌 坐過半小時的車 去九江找張家良 當時兩個人 約在當地的網吧見面 見面之後 兩個人都沒有失望 就不是照片 宋丹說 第一次見面 張家良表現得很闊綴 請他吃飯喝酒 帶他唱歌跳舞 對他關上鼻子 他可以說 陷入甜蜜的戀情裡 而兩個人很快都發生了關係 其間 張家良也帶了他到家裡玩 宋丹說 本來兩個人一直都相安無事 相處得很開心 兩個人相處的時候 走去短暫忘記煩惱 但直到2004年10月 他就發現 張家良原來對他就不是真心 宋丹說 原因就是 因為他自己就是亞洲飛人 著名運動員流場的粉絲 他一直很渴望見到偶像 在2004年10月 他在網上得知 剛剛奪得亞典奧運 男子一把10米蘭金牌 亞洲飛人流場 又在成都參加一個商業的活動 宋丹說 他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興奮到整晚都睡不著 他快在床裡回來覆去 一眉眼就出現飛人流場的樣子 宋丹說 他認為這次是他見到流場的唯一機會 所以就制定了去成都看偶像的計劃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這段時間一直都是失業 沒有經濟的來源 莫說他給錢參加活動 就連去成都的車票也買不起 但宋丹知道他不珍惜這個機會的話 可能以後都沒有機會親身見到偶像流場 所以他就只可以問男朋友張家良求助 借200元 宋丹說 當他向張家良提出借200元的時候 張家良也一口答應 成都一定會借錢給他 還主動提出 還買一套新衣給他 叫他打扮得很漂亮去見偶像 沒有失禮他 宋丹說 因為張家良對他這麼好 令他很感動 所以他再一次跟張家良發生了關係 但隨著偶像流場粉絲見面會的時間越來越近 宋丹就發現張家良沒有提過這件事 宋丹說 由於實在沒有時間 雖然他多次打給張家良 提醒他借錢的事 但張家良每次都找不同的藉口拖延 隨後拖延到流場粉絲見面會結束之後 張家良一元都沒有給過他 當然他還是錯過了結偶像的機會 於是他就開始對張家良產生怨氣 然後就在想 每一次自己去九江見張家良 只是坐車都花了很多錢 所以他越想越生氣 覺得張家良欺騙自己 玩弄自己的感情 佔了他的便宜 心中的氣氛一路難下 所以想想他就決定報復張家良 所以就有了剛剛那一幕 即案發前一天 2004年11月22日上午 宋丹就通過QQ找網友幫忙報復張家良 當時他找了一個叫做斗毛的網友 而斗毛就介紹了隨炮粉給他認識 之後發生的一切就不用多說了 也就是說 除了宋丹之外 案裏面其他人 包括隨炮粉 流氓 夏永珠 幫忙收埋空氣的徐偉倫 幫忙又安法現場 車他們離開的報告 都是和張家良素眉謀面 都無仇無縣 最誇張的就是 以上各人和今刀案件的始作用者送單 都只是案發當日認識和見面 而且除了隨炮粉可能會有1000元報酬之外 其他人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利益的 當時他們的心態只是單純幫朋友 相信他們想都沒想過 會因為幫朋友令自己行錯難反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各人的判決 在案發4個幾月之後 即2005年3月1日 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張家良被殺案 宋單、徐炮粉、劉文、夏永珠 四個人以綁架罪被提起公訴 而幫忙收埋空氣的徐偉倫 和幫忙又安法現場 請他們離開的報告 就沒有被提高 另外張家良的家屬都提起了負擔的民事訴訟 要求四個被告支付死亡賠償金 簾葬費用等等 在開審時 宋單和徐炮粉互相指控 將意圖殺人和實施殺人的責任 推到對方身上 宋單就說 張家良確確實欺他的感情 是做錯了 而且他自己都沒有親手殺人 劉文和夏永珠 兩個幫兇都不是他自己的邀請回來的 徐炮粉是這宗案的策劃者和組織者 徐炮粉就說他自己就沒有預謀殺人 完全是受到宋單的指示才犯罪 在共同犯罪的地位裡著用少於宋單 經被定義為重返 最後法院認定宋單等人的綁架就成立 宋單和徐炮粉他們互相指控 都沒有辦法為他們脫罪 最後他們兩人被判處死刑 而劉文和夏永珠兩個人作案的時候只有16歲 尚未成年 所以重鄉處罰 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11年 另外發院都判他四個人 向張家良的爸爸和家人賠上經濟損失 合共7萬3千多元 判決下來之後 宋單的律師曾經向法院求情 趕上了宋單坎坎的童年 律師就說 小時候宋單很聰明可愛 很土人歡喜 原本應該跟其他女生一樣 擁有幸福的童年 但宋單就擁有一個極其不幸的童年 因為宋單的父母 是典型重男兄女的農村家長 在宋單父母心目中 認為生女就是虧本貨 所以宋單從小到大 都沒有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愛 如果強行要父母給了些什麼給他 就只有父母的打和罵 宋單的童年 就在父母慢不講理和打鬧中度過 宋單的律師說 宋單就沒有因此放棄他的生命 他一直都對未來充滿了渴望和憧憬 一直為心中那份美好努力和奮鬥 宋單為了改變家人對自己的看法 將所有精力都用在學習上 他覺得只要自己擁有優異的成績 就可以改變父母對自己的態度 可以得到父母的愛 在宋單克苦努力之下 他成為了班上名列前茅的學生 宋單周圍的鄰居都很羨慕宋單的父母 有一個這麼漂亮和這麼聰明的女兒 但宋單的父母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 現在是萬不講理 一言不合就打 宋單的代表律師說 宋單從小到大都沒有接受過自己父母的正確教育下 形成正確的三觀 自己親生爸爸媽媽這樣對他 已經令他性格麻下了半夜的種子 而在庭上披露 那份親情關於的宋單 仍然不是宋單放棄自己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就是宋單尚未成年的時候 就已經遭到多次的侵犯 在13歲那一年 剛剛升讀中學一年今天宋單 在自己就讀的南洋中學 被一個姓宋的老師多次對他進行侵犯 這個老師還威脅他 不能把這件事說出去 從小到大缺乏父母的關內 宋單就學會得到父母的認同 所以宋單心裡 即是想在父母面前展露正面的自己 沒辦法對父母啓齒自己被老師侵犯的事實 在那件事開始之後 宋單就變得很少說話 他活配可愛的個性都變得尋口寡言 開始對男性不信任 宋單就代表律師說 悲喜的故事還未結束 在被這個老師侵犯之後 宋單一次在親戚家裡 又被姓周的孤長侵犯 更過分的是 由於宋單引氣吞聲 他的孤長還一次一次伸出魔掌 直到一次宋單遭到侵犯之後 回家的路上碰到他自己的爺爺 爺爺就看到宋單有點不妥 從而令這件事曝光 最後姓宋的老師和他的孤長 都得到法律懲罰 分別被判處九年和八年的有期徒刑 雖然這兩個人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 但這兩個人犯罪的行為 就被心自未成熟的宋單 等極大的心靈受傷 宋單的代表律師說 宋單這件事之後 就沒辦法再做回那個女生了 而開始對男人產生了低促的情緒 而且這件事曝光之後 宋單都離開了他的學校 而從前兩個對未來充滿渴望和憧憬的女生 就徹底消失了 宋單的代表律師說 也都是因為這樣 宋單經歷完這一切 就選擇了退學回家 然後就開始在社會上游蕩度日 還結交了一些游手好閒的朋友 學會了食煙 學會了喝酒 在2000年左右 初中全學的宋單就經親戚介紹 在瑞昌市一間酒吧打工 但由於年紀太小 文化程度又不高 加上扭曲了的性格 導致他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長 經常處於無業的狀態 到處流浪 而宋單經常落腳的地方 就是網吧 宋單的代表律師說 宋單從小缺乏父母的關內 自己同僚人在學校上課 他就一早出來社會 那種孤獨感 令宋單將網絡世界 當成自己的精神歸宿 註冊了QQ 開始每天每夜 在QQ不同的聊天室 和不同的同路人聊天 在網上 宋單結架了很多所謂的朋友 在那裡 他得到心靈的位置 所以 宋單徹底迷失在網絡世界 他一有錢就去網巴 到後來每一天都要去網巴 宋單的代表律師說 同僚人在校園揮灑青春 宋單就在網絡裡面揮霍青春 而在沉迷網絡的世界時候 宋單就在網絡上面 喜歡了兩個男人 一個就是他偶像 即當時2004年 阿甸奧運男子110米難冠軍 體育明星飛人流場 一個就是他男朋友 風流黑蓋張家良 但後來 宋單喜歡的風流黑蓋張家良 就利用了他最喜歡的飛人流場 騙了他 導致宋單走上一條不歸路 所以宋單的代表律師就求情 宋單有這樣的身世 希望法庭可以重興發落 但最後 宋單可憐的身世 已改變不到他奪去張家良的生命事實 最後 宋單和徐炮芬依然被判處死刑 當然 這兩個剛滿18歲的年輕人 是完全無法接受自己 即使被壓往死刑營場的事實 所以 宋單和徐炮芬都提出了上訴 但最後 江西散高級人民法院 都駁回了兩個人的上訴 最後 在2005年9月28日下午 宋單迎來自己最後的結局 走上了刑場 一顆子彈就結出了他短暫的一生 而值得一提的是 宋單被判死刑之後 曾經有記者採訪過宋單 問他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 在被判死刑 陳海落定的宋單 那一刻 似乎還沒有覺悟 他仍然認為 張家良對不起他在先 這單案件 張家良和家人 無疑是最大的受害人 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 是什麽導致這單案件 一眾私害者走在一起 他們只是一班素未謀面的網友 連朋友都說不上 但就兩協插刀 上刀山 落油鍋 這單案件的主謀 無論是送單 地除泡分 中日榴槤網白 沉迷網絡世界 一包煙 一支水 一會康師傅 露壇算菜泡麵 一部電腦 他們就可以開開心心地過一天 原因就是 在網絡上 有關心他們 有跟他們同樣經歷的網友 他們可能是留守兒童 可能是來自重男兄女的家庭 他們同時天液淪落人 明白對方 在網絡上 他們可以短暫抽離現實的痛苦 消除了學校 家裡或者社會帶給他們不幸 最後 當這群朋友需要幫助 他們就義不容辭 但最後 他們的終點 正乎都是絕路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或者有什麼案件 一起討論 歡迎留言 之後我探望X 會和你調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當有新案件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